大家好 欢迎来到 Little Scotty Vanilla烹饪秀 我是来自 Goldo Sushi di Bavia的 寿司厨师 在我旁边这位是我的师傅 王师傅 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 如何以一种新的 简单和快速的方式 准备好吃的 Little Scotty Vanilla黑米 当然首先 在我们菜当中 必不可少的黑米饭 你知道为什么Vanilla黑米 变得如此受欢迎 它带来了消费者 尝试新鲜事物的需求 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 给人带来一种现代感 并具有出色的质量和性价比 我们选择并且推荐它 因为所需准备的步骤 简单快捷 适用于所有菜器准备 比如 Uramaki Nigiri Onigiri Pokei 又或者是炒饭等 客户愿意购买Vanilla的大米 因为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轻松定制 它是一种意大利大米 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是厨房中保证 和新鲜的代名词 现在在餐馆25%的菜系 都有使用Vanilla的大米 那么今天我们就告诉你 如何准备吧 首先 Elisa Scotty发明了一种新的备制方法 Bugboid版本的Vanilla的大米 独特的方法 并且在市场上独家销售 这使我们能够简单快速的烹饪方法 并且获得很好的结果 首先它不需要任何提前准备 它比如其他一些黑米需要前一天放入 前一晚放入水中来增加口感 但是这种黑米它可以在短时间内烹饪 适用于所有准备工作 它可以在一致性和口味方面进行定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建议混合50%Vanilla Balboid黑米 和50%寿司米 这种混合可以实现良好的平衡 按照味道形状颜色以及视觉效果 首先准备一公斤的大米 我们称量500克Vanilla Balboid黑米 和500克寿司米 我们将两种米饭放入电方包中 冲洗两遍 添加1.1升的水 因此水的比例是1比1.1 然后我们再烹煮45分钟 再焖在里面30分钟 完成后我们加入200-250克的 寿司醋 我们倒在一个托盘上让其冷却 简单极快速 让我们来实践一下吧 谢谢 是的 好 好的 祝福祛的 Venera